俄乌呢在今天应该可以再进入第四轮谈判的后半段 好说是后半段的原因是因为 谈判是从昨天开始的双方透过视讯来谈 那泽伦斯基呢现在在他的IG Twitter上头发表了 他讲说这是艰难的第四轮谈判 双方的代表团呢现在谈了四个小时之后 决定今天再继续 好虽然说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结果 或者是呢一些相关的细节出来 但是乌克兰方面他们非常清楚的表明 说现在他们要谈的就是希望 可以呢先把停火给谈下来之后 再来谈未来两方如何后续发展 好这起谈判呢就让大家想到 其实呢从3月7号开始 那个时候泽伦斯基在接受美国媒体的访问的时候 态度就有点出现软化跟转变 他讲说呢现在他比较理性了 所以很多东西他认为是可以谈 他也愿意来做一些妥协 同时呼吁俄罗斯总统普丁呢要出来跟他面对面的谈判 他特别提到了让双方的高层呢来谈是希望能够实现跟普丁的见面 而目标就是获得有效的保证 好到了10号的时候呢当时在土耳其 俄罗斯的外长呢跟乌克兰的外长双方会面 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强调普丁从来没有说 不肯泽伦斯基谈 好这就让两边的气氛有些转变了 之后呢在3月12号泽伦斯基再一次的说 说他愿意是在以色列的耶路撒冷城跟普丁来见面 讨论停战事宜 好乌克兰方面呢总理史米加他也认为 他讲说呢普丁要知道现在在欧洲的中心 如果真的是发动了一个全面战争的话 有可能会变成第三次世界大战 好双方都希望能够极力的克制下来 这停火的事情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够真正实现呢 在前线其实呢战火还持续的在进行当中 因为这几天呢在俄罗斯方面 他们加强的攻击了乌克兰的首都基辅 现在传出老百姓的住宅大楼 说一样也被轰炸了 而另一个部分呢为了提振前线的士兵战力 以及士气 现在泽伦斯基也亲自的来到医院 颁发军人勋章 然后跟他们的前线战士开心的合照 好这些影像统统都放到了社群媒体 希望可以激励乌克兰内部的民心 最主要原因是因为现在在乌克兰境内 大家真的是生活上面 以及各种遇到的生灵死别 太让人难过了 战火无情现在虽然说呢 双方已经真正的坐下来谈 也谈了第四轮了 而且说呢 这次的谈判是比较有实质进展的 但问题是俄罗斯方面也是持续的边打边谈 这攻势没有停止 薛华明将军就讲了 他现在对于这场战争 其实是抱持着比较悲观的看法 我从前面很多片子里面看到乌克兰军队 那个十几个人 二十几个人 我们做个照片 你看看照片 照片上的照片 有没有 就这个是不是 你看 来来来 大部分的部队带的是这种类型的反装甲 知道吧 这是很早期的 这个电影蓝坡电影都看过 那个叫APG 那就是恐怖战 反恐战争里面 那个非洲的哪里都是用这个 对 第二个乌克兰用的还是AK47的步枪 这种轻型的像火箭筒一样的 就跟我们以前2.7火箭筒 还不是3.5 所以乌克兰的部队的基本装备 是很糟糕的 但是他为什么能打掉 这个普丁的坦克车 那就是他进口的这个标准 标准反装甲 还有这个最近 最红的是英国的 一次针是打天上的 打天上的 那这种你知道一个标准 反装甲飞弹多少钱吗 17万美金 一颗 就是一个发射筒带弹药 很贵的 因为很贵 因为现在 为什么美国拼命 从波兰给你送呢 因为你算一算 乌冬的战场还有没有结束的 还有 还有对不对 下面面临是两个 一个是基普 一个是奥德萨 这两个都是大城 那个责民司机 他可以到处拍照片 为什么 基普很大 俄国现在的先进部队 只距离基普的周边 还有20公里 换句话说 他在里面做一些活动 还是很自由的 那你再看他谈判 已经谈了四次了 对 今天就四次 有没有决定性的条件 放话 因为我们根据以前 国共内战的经验 我不利的时候我就给你谈 谈不下去就释放一点 放软一点 让你还没办法下手 我这边就拼命 想办法从波兰进这个标准飞弹 英国的飞弹 因为他后面的唯一的筹码 基普外面还有到两三个旅 基普的城镇坐在那规模 要比南部乌冬的要大 那是不是要进来更多的 反装甲武器 这也就是轮车司机的 一点点底气 这个底气是拖 还有一个对苏联不利的 你把大部队开到乌西去 美国摆了一个什么派式 波兰 爱沙尼亚 他也北约的部队也摆了 就是说等你俄国军队 深入到乌西的时候 补给线又长 战场消耗又多 我给你一个威胁可不可以 所以普丁很早看出这个问题 说你再这样我就发动 降低核子作战的门栏 战争队就跟小孩打架 你不是打我头 我不打你头 你不用这个我就不用那个 所以你看拜登一早 就漏了一个口风 你们打局部战争 对不对 局部战争里面后面 摆了一个大陷阱 我认为这个战争 并没有大家想象那么乐观 没那么乐观 他还会拖 还会拖 因为拖越久消耗你 俄罗斯的军力 财力 这是美国不会放弃的 打仗太花钱 第二个他炸了几个机场 断你这个路对不对 我跟你讲 胡志明小金是怎么来的 他可以渗透进来 他如果说真的堵得死的话 基普的围城作战 向战也不会打 奥德萨也不会打 他一定要 所以要争取时间 让这些补给品 就是准备打城镇作战 乌克兰没有别的战法 就是城镇作战 城镇作战就是需要这些 反坦克武器 刺针飞弹 所以轮车时期 你看他一下嚣张 一下又低调 这个东西 我觉得叫以拖待变 以拖待变 用拖换取时间 换取空间 第二个换取谈判桌上的条件 因为你打到苏联 消耗太多很贵 到这一台水层生成机 可以及时补充抗菌液 而且三分钟 可以生成四公升的水层 一瓶电解液 可以生成200公升的水层 与病毒还有细菌 作用还原成水 所以是不障害环境的 一年使用200次也没有问题 可以上快点购 下单购买 这下单购买 今天比均添的